心情好不好 剛才站在台上 得獎感言不然有操了 然後我都忘了 看到人家都沒有拿得獎感言出來 我也不好意思 然後很高興今天拿到這個獎項 對我們從事幕後工作人員 有一個鼓勵的作用 也是等於是對電影有一些傳承 然後也希望我在這個行業裡面 身體健康 然後繼續為這個台灣電影做更多的能力 謝謝六哥 六哥我可以問你一個八卦嗎 聽說你曾經一度就是想離開電影界 那為什麼又留下來又留那麼久 因為可能電影的工作沒有什麼保障 然後家裡可能會講一些話 然後後來是猴島就跟我說 叫我還要繼續撐下去 他說沒有的話 想要把公司收掉 那也不想要拍片 對啊 他這句話就頂了我 然後我就繼續希望說還繼續做 因為以前電影沒落的時候 都找不到很多工作 因為年輕人不太喜歡這個工作 比較沒有保障 就猴島這句話 讓我繼續這樣把它撐下去 然後我也蠻喜歡跟很多新導演演做 然後也喜歡跟拍更多的片子這樣 你看大家就知道 那個六哥多重要 如果沒有他的話 就沒有吼孝賢了 那哥哥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次跟魏德勝導演合作 塞德克巴萊的一些經驗 或是一些感想嗎 因為這個戲齁 我們從出道到現在 沒有拍過那麼久的電影 那也算是台灣很重要很長的時間 我自己也想要挑戰看看 然後挑戰過的話 就是你肯定你自己 你這個這一關就可以過 以後可以帶更多優秀的助理 那一方面也是給他們做一個 一個學習的目標這樣 好 我們謝謝 也恭喜六哥 希望這次得獎可以讓你 繼續留在台灣影壇更久 帶領更多的電影人加入台灣電 謝謝六哥 恭喜六哥